慌慌的美军跑了 不带走也带不走这一地鸡毛和一片狼藉 二十年的阿斯汗战争 让人们再度看清了这位美国编剧的基本套路 新是找几个老幼妇孺控诉当地的人权劣迹 接着戴上民主自由的面具大肆造谣抹黑 最后再上点美式民主的价值 有力可图就轮圆了膀子响 无力可图就拍屁的走人 从越南到伊拉克再到阿富汗 一部剧本到处狼烟 中国老百姓有句话 当心给别人挖坑 最终却埋了自己